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张显耀去职的始末 论委会主委王玉琪针对前副主委张显耀的去职说明 首先还原两人当时对话 我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他 是因为有检举当副主委涉及泄密 王玉琪表示当时他就怀疑张显耀涉及泄密 必须先将他去职才能进行调查 而调查局在同一时间也掌握了相关情资 张副主委的工作本身的性质 每天都有可能会接触到国家的机密资讯 这个位置必须要先调整 才能至少一些潜在的风险 必须要把它降到最低 王玉琪说这是个痛苦的抉择 因为他要考虑张显耀的感受 又要对国人有责任 而他所做的处置在这之前已经获得国安会秘书长金浦聪 和行政院长江一华的同意 接到相关的资讯 7月下旬也就跟金秘书长进行报告 那后来大约在8月上旬跟行政院江院长进行报告 王玉琪表示他并没有向马总统报告 但是在7月受到检举函之后 马总统曾经征询过他 总统府在20号也发出新闻稿表示 支持王玉琪的决定 总统也有询问王主委 王主委也有说明 总统也支持王主委将张显耀调离现职 接受调查的决定 虽然外界揣测这是一场人事内斗 但是王玉琪强调 他和张显耀并没有不和 也看重他的国会沟通能力 这不是他和张显耀之间小恩小义的问题 是魏的国家 而他个人会在案子的相关疑点厘清之后 才就政治责任部分对外报告 记者王陈城新农台北报道 在潘许伟突然下台之后 选区的劳动部长一职 确定是由现任台北市副市长陈雄文来接任 我会接任这个部长呢 事实上完全是人生的一个意外 从台北市副市长要转站中央 接任劳动部长职务 陈雄文直说这完全是个意外 因为担任公职32年的他 原本今年底就要告老归田 但行政院长江一话 两度征询 让他受到感动 才会接下职务 不过曾经任职环保和产发部门的背景 却也被外界质疑 打仗也要知己知彼 如果说我来当劳动部部长的话 我有曾经做过产业发展的资历 我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 以及我们产业的结构 以及未来他们可能的走势 我基本上是相当的掌握 20号行政院才公布人事 陈雄文在22号交果速上任 首要面对的考验 就是下周一的基本工资审议 我是认为基本工资应该要调涨 但是调涨的幅度是多少 我想这个我们应该要尊重 这个基本工资的审议委员会 对基本工资该调涨多少 陈雄文态度保留 不过劳工团体 对于毫无劳动专长的陈雄文 要入主劳动部 除了错愕还有更多不满 我才是无法理解说 为什么会任命一位 跟劳工完全没有奄言 那可能现在还在想说 要什么是基本工资的人 来做这样的一个部长的位置 这感觉是有一点在羞辱劳工 那向劳工宣战 劳工团体对陈雄文的 第一个模拟考 就是要求让基本工资 能够从19,273 调涨到23,745元 时薪调升为143元 考不好就请他下班 而除了基本工资 陈雄文未来还得面对派遣工和外劳政策的问题 他表示会在上任一周内 亲自败位劳工团体 来听取他们的诉求 就像陈立峰拍摸不到 高雄市出生的今年第一个本土性登革热死亡案例 卫生局再度强调 卫生局再度强调 今年疫情非常的严峻 创下11年以来同期新高 尤其是前阵子气暴灾区下大雨积水 地下室容易遭到忽视 呼吁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来防范 针对出血性登革热爆发区域 卫生人员加强烹药 尤其是五人居住的空屋 以及狭小南进出的巷弄 高雄市爆发首例登革出血热死亡病例 市民76岁老夫人 家住林雅区福人里 从8月9号确诊后 短短一周周因休克 并发多重器官衰竭死亡 也是今年全台首例 卫生局表示 今年登革热提前发生 气候灾区环境变差 让疫情雪上加霜 因为第一个出现的时间 比较早一点 一开始就群聚扩散 所以另外一个今年刚好碰到 疫情发生 也马上接着雨季过来 然后这个样子就造成 今年我们疫情的控制上 比较困难 而且比较难以 就是把它有效的 把它局限在某一个范围之内 根据卫生局统计 互相以来 包括死亡案例 高雄市共有8例 出血性登革热病例 过去多因交叉 感染不同型别病毒 造成死亡率攀升 而今年病例 则集中慢性病史患者 今年从发生解个案 就是并没有明显的 以前有就是登革热的病例 但是大部分几乎都有 就是慢性病 年纪比较大了 高雄市登革热疫情 创下近11年来同期新高 卫生局除了要求市民 配合喷药防疫 不要堆积杂物和积水容器 更呼吁若出现发烧 后远窝痛 肌肉关节痛等 类似登革热症状 要尽速就医 并告知火动范围 协助诊疗害后续防治 就是李选 陈森均 高雄报道 台铁在中秋节连续假期的车票 将在星期五凌晨零点开放订票 另外 消极会日前针对台铁普悠马号 以及高铁早鸟65折优惠票 进行订票的测试 结果是发现到了 礼拜五的这个时段 是最难订的 站在台铁自动售票机前 不管怎么试 就是无法预定到台东的车票 还有这两位小姐 只因为把台东往台北普悠马 回程车票的起庆站 一直为台北往台东 虽然立刻重新订票 却早已被秒杀一空 从开通以来我都没有做到 我在这里已经两个小时 看有没有人退票 反正你只要慢了几秒 又来不及了 蛮离谱的 日前消极会分别挑选时段 针对台铁普悠马 和高铁早鸟票 进行一周的订票测试 结果发现普悠马号 台北到花莲 周五的订票最难订 只有27%的成功率 周日花莲往台北 更是不可能订到票 周五的高铁早鸟票同样难订 南下车次订票成功率是零 也就是所有的车次 都订不到65折的票 普悠马列车也很长 所有的票都 一张民众都 闪票都订不到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全部都 事前都划给了旅行社吗 他讲订不到 是只有礼拜天花莲往台北 其他时段都订得到 他整体这个订票的成功率 都有78% 台铁表示 周五六日的东部干线 算是尖锋时段 而且消极会这一次 实测的订票时间是上午9点 但网络订票凌晨0点就开卖 时间上落差会影响订票结果 但台铁还是提醒民众 中秋连续假期返乡车票 将在本周五凌晨0点开放 网络超商以及电话云订票 民众一定要留意订票的时间 记者物谣一听 郭桑特会报道